喝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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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彤彤的震了脸蛋 嘴角还不时上扬微笑 躺在妈妈怀里睡得好安稳 她是新竹县101年的 元旦宝宝娜娜 等不及提早两周来报到 就是要当元旦宝宝 很开心啊 也没遇到她 因为其实提早两个礼拜生 对 然后所以她刚好选那一天 我说元旦宝宝不错啊 但是我先生说 以后她生日跟元旦就同一天 这样不太好 少了一个假日 太不开心 太不开心 娜娜的妈妈是37岁竹东人黄美萱 爸爸是日本人元旦宝府 两人应在科技场工作 敬而相识相恋 结为连礼 老到娜米已经两岁半 现在妹妹来报到全家欢喜迎接 邱县长夫妇和议员们 特地带着一万元红包尿布 和101年国旗围巾献上祝福 邱县长幽默地说 干脆把娜娜取名原田中日好了 逗得大伙笑和歌 选择元旦宝宝的一个生产机 真的是不简单 在没有特定密约之下 能够在元旦的时候把它主持起来 没有很刻意要求 一般人都可以要求 就代表了我们幼谷先生 还有我们黄小姐很有福气 新竹县出生率全国第三 为了鼓励民众踊跃生育 新竹县建构了优质完善的富幼福利 除了新生儿每胎可获得 一万元营养补助金之外 邱县长还带来了101年育儿新措施 育儿津贴的部分 家中有两岁以下幼儿 原符合领取条件为年所得150万以下 险放宽为终所税率未达20% 父母一人没上班在家顾小孩 一般家庭可领2500 中低收入户4000 低收入户5000元补贴 报税新措施 家中有五岁以下幼童 并且符合终所税率在12% 基本所得额600万以下 每名可享有25000元扣除额 保姆托育费用 原规定年所得需在150万以下 险放宽为终所税率未达20% 皆可申请 一般家庭可获得 每个月3000元托育补助 若是家庭5000元 生孩子的话至少政府呢 可以负担大概二分之一 到三分之一的左右的责任 那父母亲大概负担一半 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多生育 为我们国家 培育更多的未来主人物 育儿性措施放宽标准 约九成以上家庭受贵 就是要鼓励多多生育 让县民人人生得起 养得起孩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